前面呢我们带着大家快速的熟悉了一下 ES6里边的一些语法型特性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快速的学习下维右 感兴趣的同学呢也可以去鼓励学院 来学习维右更详细的内容 那说维右之前呢我们来先说一下mvvm思想 首先呢我们来说这个m指的就是模型 v呢指的是视图 举一个例子我们这有一个页面 页面上呢要显示一个天气信息 那这一块呢就是我们这个页面视图 我们想要显示天气 那这个天气从哪来呢 我们往往是给后台发一个请求 要来天气数据 然后呢把它显示在这 那我们这个m呢指的就是我们model数据 那我们以前想要把这个数据 放到页面的这个位置 假设我们用的是解克瑞 我们是这么来做的 首先发一个agis请求要的数据 然后呢我们要再给这个位置显示东西 先用比如$小颗号 等等各种选择器先找到这个元素 把它里边呢 给它里边添加也好 比如append给里边添加元素 给里边或者remove移除之前的内容再怎么办 或者empty清空 然后我们要做一堆的道姆增山改操作 如果这个元素很复杂 那我们这一块呢就要写大量的内容 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假设呢我们这个数据呢 发生了变化 那我们实时的在这呢也要进行修改 包括呢我们还希望 假设页面 我们这有一个表单 我们正在收集数据 那表单的数据呢稍微有变化 我们把这个数据呢就要实时的收集过来 那每次要收集呢 其实我们都是要找单 找到这个表单元素 用getcary 找到这个元素 点value 点value 每次想要用都要点value 再重新获取 这样整个操作呢 其实是非常麻烦的 那有了这个mvvm 其实呢就是这样 我们value呢是这么来考虑的 首先呢这是我们页面的视图元素 这是我们 全部的这个数据 想要把这个数据跟视图呢 我们是通过这个valuemodel来绑定起来 它可以做什么事 比如 我们这个模型里面的数据 有一些变化 我们这个valuemodel里面呢 封装了一些指定操作 它会自动的用这些指定操作 把我们这个视图界面改掉 包括呢我们这个视图界面 比如我们给表单里面填了一个 内容或者什么东西 这个内容呢就会被我们这个叫 Dome的监听器 自动的把内容重新设置到 我们这个数据model里面 所以说呢我们开发人员 只需要关注我们的数据 要放到哪个视图上 我们无需太多的来关注 我们中间的这个怎么放 也就是我们不需要找到元素点 open的方法掉一堆 所以说呢我们 我们从繁琐的Dome操作中 就解放出来了 我们只需要把关注点 放在model上 但这个呢简单了解一下 我们呢接下来用一个例子 大家来体会一下 那我们weo框架 其实就是来简化 中间的这一部分操作 从而实现 只要我们数据发生了变化 我们这个页面就跟着变 包括呢页面修改了什么内容 我们数据也跟着变 那么对于weo的简介呢 这一大堆 我们后来体会才能知道 首先呢要学习weo 当然去看它的官网 以及官方的这些教程 这个呢官网写的教程是非常的清楚的 我们直接搜索weo 来到它的官网 cweogs.org 好在这里面呢 我们只需要在这来点教程 大家呢也完全可以按照这个教程 来快速的学习weo 那我们呢就来创建一个工程 来测试weo 但我们weo学习的版本 是weo2版本 那1呢跟2的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你现在呢用的也不多了 好我们在这呢 打开vscode 我们打开文件夹 我们专门创建一个 weo学习的文件夹 好我们在这呢就叫weo2 好 接下来呢怎么来使用weo 这些前端框架 我们后台框架其实是差不多的 我们后台想要用一个框架 先要导包 那前端呢就先得导入它的相关gs文件 以及样式文件 等等各种的 那我们呢就先把weo导进来 我们可以看到官方文的 这一块呢有一个安装 我们可以按照这一块来导 当然导的话呢 我们来推荐使用这个npm来导 我们也可以直接用script标签来引入 引的时候呢 把这个gs复制来 那我们就可以来用weo了 当然我们现在 学了node npm 我们就直接用它来帮我们安装 好我们使用npm 我们只需要呢给当前工程安装一下weo 当前工程呢要用npm 我们首先来到我们的控制台 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 是使用npm来初始化 我们这个项目 -y 让它一路确定 我们这个weo项目 一初始化以后呢 这就有一个pkgjson 代表呢它是一个npm来管理的项目 好 接下来呢我们用npm instellweo 来我们来安装上weo这个依赖 好安装上以后呢 在nodemodus里边就有weo 我们就安装上了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创建一个文件 来测试一下 比如index.htm 然后呢 我们探号 我们想要用weo 那当然就是要用script的标签 来引入weo 怎么引呢 我们就在nodemodus里边 就由我们这个 点 点杠 nodemodus里边 我们呢 weo 磁盘里边 来找到weogs 就行了 好 这就是我们引入了weogs 接下来呢 我们先来体会一下 它的hello world 比如呢 我这有一个dav 这里边呢 有一个h1 h1里边呢 要显示一个谁谁谁 比如非常帅 好 而且呢这个谁谁谁 是动态的 如果以前用gcray 我们需要先获取到h1元素 把它里边原来的问问内容拿到 然后呢 我们将这一块动态改掉 可能还需要牵扯到字符串的截取拼串 等一堆操作 那现在看 用weo怎么做 来写一个script 那用weo呢 我们先来这么来做 来声明一个 对象 我们就叫呢 vm 哎 你看啊 我把它叫vm 这个vm是什么呢 就是new一个weo 我们相当于创建一个weo对象 而我们让weo对象来管控这个dav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用weo 简单的功能了 那我也想要管控dav怎么写呢 我们在weo对象里 new的时候呢 我们给它传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里边呢 首先有第1个属性 叫el el呢 就是element 元素的意思 我们让这个weo对象管控哪个元素 我们呢可以给整个dav 起一个id 起一个id 比如呢 我们就叫 app 好 然后呢 我们想让它管控这个元素 那么就写一个双引号 紧号 这不就是id选择器吗 app 好 现在呢 我们这个weo实例就管控了这个元素 那这个元素这一块呢 要是动态的 那有一些数据 相当给这个元素上要绑定一些数据 怎么办呢 我们将所有的数据 写在weo对象的另一个属性里边 叫data 由于呢 我们可能未来有很多的数据 所以呢 我们可以写一个 大括号 代表呢 这个数据是一个对象 里面有很多的kvalue kvalue 我们都能用 好 假设呢 第1个 我们这呢 有一个人名 那这个人名呢 我们假设就起一个 属性名 叫name 它的值呢 就叫 张3 那我们想把这个人名 显示到这 那以前呢 用解刻锐得先找这个元素怎么着 我们现在 不用这么麻烦了 我们只需要在 插插插这 我们使用 我又提供的 插值表达式 双 大括号 然后呢 直接写name 它的意思呢 就是从数据取里边 取出name 放到这 好 我来保存一下 OpenWiz LeaveSore 看一下效果 发现呢 这有一个张3 非常帅 而且更帅的操作 在这 我f12 打开控制台 好 我在控制台里边 看一下 首先呢 我们这个对象 叫vm 那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就 在控制台 我写一个 叫vm里边 看啊 vm里边呢 我们有一个name 就是它的这个数据区域 有个name 而且我们这name呢 它实时的显示是张3 我给它改成 里4 我们回车 看一下 哎 我们发现呢 页面跟着动了 那如果是解刻ray 可没有这个效果 所以呢 有了vm 我们就实现了 数据变 页面 跟着变 当然页面变 想要数据变 那页面能变 那就是我们那些表单 能动态输入 我们后来 再说 我们把这个成为 双向 绑定的过程 而我们现在呢 这是一个单响 我们数据变 页面跟着变 这么强大的功能 我们仅仅需要 让vm这个实力 来管控 我们整个元素 元素里边的所有东西 都可以用到vm以后 更强大的功能 更简化的语法 有了它 至少节省我们以后 页面开发 70%的代码 走